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A股強勢,港股解月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升了178點,收報24,643點 成交機會有1514億 今天大成交,有些解月的跡象 昨天跟大家講到是點月 因為恆子連續三天打橫行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昨天其實在這裡打橫行連續三天 收市位很接近的這三天 這三天打橫行,昨天說到好像五月的三天打橫行點月 點了月之後,就要小心它可能會大上或者大落 上一次就是大落,因爲陰竹 今次連續三天都是羊竹仔 結果今天就有點像突破向上的跡象 雖然這個陰竹和羊竹未必一定是有關聯的 所以不要只看竹,總之要等它走出方向 連續三天點月之後,今天有點像解月 為什麼解倒月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A股強勢 A股又為什麼會強勢呢? 因為今天收市之後,富時羅素 將A股第一階段 立入A股第一階段就會完成 A股在富時羅素指數的立入比例 將從17.5%提升到25% 17.5%提升到25% 所以刺激到今天A股呢 就有一個比較強勁的升勢 我們看看A股先 上證指數 今天打一下,升1% 很少而已 但是技術上的一個突破 下面如果畫一條線,就突破三角形 由今年年初的高位 1月14日的高位 3127點這個高位 引伸下的這條下降軌 今天突破了 所以A股一個比較漂亮的走勢 更漂亮的是內地深圳創業版指數 大家看深圳創業版指數 這幅圖 今天升成2.36% 收報2319 幾個月以來 即是今年2月份以來 首次重上2,300點之上 當日2月25日那時候 最高的時候 做過2293,當它2300 現在衝了上去 破了位上去 創今年高位,米洲高位 深圳創業版指數升得比較強 一直勁地衝上去之後 整體上證指數 也有破位的跡象 這個破位就帶動今天港股 有一點點向上突破的跡象 第一天 雖然第一天不能夠百分百確認 不過就在點月之後 出現這個大成交 1514億 然後衝了上去 就一個利好一點點的 相應來 由於升了上去 即是破了這個位 原本用來做對沖的紅政 就在24,500區之上收市 今天就應該減辭一半 因為那些對沖怕市落 現在減辭 另外一個因素利好的 除了A股之外 就是中美在夏威夷的會談 即是中方就是國務委員楊潔篪 而美方的是國務卿蓬佩奧 兩個在一個會談 講了幾個小時 之後 雖然大家好像沒有什麼共同語言 不過 中方有做事的 據報就開始買回一些 美國的農產品 背後都買一些 就釋出這個信號 美方就說 看中國未來幾個星期 會不會有些善意 即是大家以這個關係 好像有些少少緩和 即是未來幾個星期 有機會大家雙方 又好像緩和一些 這也是一個利好的信號 所以 第一個就是因為 富士羅蘇 立入A股的比例 由17.5%提升到25% 因此A股上升 所以利好港股 另外一個就是 中美的氣氛 有少少好轉 也有利好港股 這樣的跡象下 就搞到 今天大家 有少少大成交衝上去 異味 下一階段 就要看哪個位 就是看這個位 6月10號高位 25,300 這個最高做過25,303點 25,300 如果站得上去25,300 就繼續 由3月以來這個走勢 就繼續一浪高於一浪 如果衝上去 又是衝不到的話 你繼續在這個區域上還行 即是24,000上下穿梭還行 這個還行了多久呢 如果你由這個 其實由4月份開始 4月頭開始 4月7日已經衝破24,000了 其實由上又下又上又下 又升下跡 到了接近一季 整個4月至6月 即是一個第二季 都是在這個範圍上下 這次可不可以在第二季 在這個6月底下衝破 上去呢 那就要大家再觀察 講完一些利好的事情之後 有沒有一些訊息 都是要大家注意的 都有的 第一 今晚美股四重結算 所謂四無日 四重結算 今晚結算完之後 有些人又說節氣那些 夏季那些 接著可能又會轉變這些 還有什麼因素呢 這個真是重要的 就是聯儲局公佈了 對上一個星期 即是6月17日 那個資產負債表 在這個3月23日 它說會無限量寬以來 第一次是有一個星期是負增長 即是減少了 那原本就是之前在6月10日 那個星期是7.17萬億的 現在跌到去7.09萬億 7.09萬億 減少了多少呢 減少了742億美金 減少的幅度是1.04個百分點 1.04個百分點 好了 第一次減少 亦都是連續兩個星期 第一次是負增長 連續兩個星期是向下的 對上個星期 都有買正增長的 不過 幅度減到很低了 就是減少了37億而已 增幅是0.05個百分點 今個星期 最新的公佈 是負增長 減少了742億美金 減少了1.04個百分點 好了 大家要注意這個 會不會對美股 特別是今天四重決線之後的美股 會有影響 好了 A股好 美股現在就不知道是怎樣 不過港股好像有些衝了上去 整體來看 港股現在 今天大成家都肯定有資金流入 初步判斷都還是偏好一點 所以解除了一半 那些紅症的淡倉 因為對沖 減少了一半 不需要因為衝了上去 似乎偏好一點 但未完全減少 還要有少許以防萬一 要過了今天 美股四無日 看下個星期頭 看看會不會再一步 可以解除了 安心 繼續好倉 好 港股方面 今天這個恆指成分股裡面 有幾隻創賣周身高 第一 大家都很關心 港交所 從企300元 流上 收報300.4元 300.4元 其實都是反覆上升格局的 市源 大家知道很多中概股回來 成交亦都旺了 現在的成交 普遍來看 就算是 譬如淡一點的市 大家知道五、六月 其實應該五、六轉 成交都比較偏低 但你看到偏低得來 其實平均有1200億 今天是1500億 更加強 所以其實成交多了就有利 很多大型新股來 還會陸續有來的 所以港交所都被投資者看高一線 另外 今天第二隻 騰訊 這隻股王 今天都創過 最高到465.6元 雖然騰訊兩大巨頭 第一個就是馬法庭主席 第二個就是 執行CEO 就是劉慈平 兩個都有減次股份 今年連續減了幾次 不過越減股價還是越高 雖然其實它不是升多很多 每天你見到很少慢慢的幅度上升 但仍然可以升上去 這些都仍然可以說是偏好的 真正有些可能有些突破的跡象 就是例如創科這些 創科今天收報78.1元 創80元就看來沒什麼問題 還有走勢破頂之後 後抽完再上這些 都真是挺好的 它不是說大棍大棍的那些上 就是過了火的那些 所以這隻都仍然是值得留意的 好了 有些焦點板塊 或者有些大家都是名牌的股 不過那個系列可以說 衝得比較好的 今天就阿里系 就不是阿里巴巴這隻 阿里巴巴近來就不是很強勁的 但他屬下 譬如說阿里影業 這隻今天升成9% 有些像頭肩底 但未突破頸線 事源就是因為 它在新加坡掛牌那裡除了牌 現在就正在香港掛牌 集中了在香港 這個消息可能有點利 如果同系裡面 這隻叫做最偏低的 因為他沒有另外賺錢或前景那麼好 阿里健康雖然賺得很少錢 不過大家看他的前景好 因為網上賣藥 網上醫療 大家都看好 知道近來的醫療相關的股份也好 他跟另外一隻平安好醫生 都是網上醫療醫藥 這隻就是賣藥 今天升成7.56% 也是創了蜜洲新高 破了頂上去 這些板塊都值得留意 如果最後有一點時間 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 其實美國現在很分歧 美股方面 散戶 有些看得都比較好 但有些大戶又講到 因為現在全靠美國放水 才可以谷到市場那麼高 有人擔心 就是會不會 美股是泡沫呢 特別是在科技相關的股份 這是很大的爭拗 不過提出來跟大家討論一下 例如是什麼呢 比如他們拿Tesla這隻股份 為例 大家知道它是電動車 其實大家知道那部車 都賣到全世界都缺貨 因為它生產不及 直到可能要在內地上海的廠房 投產之後才可以緩解一些 賣得這麼好 但是市值現在是大到 全世界最大的 就是Benz 寶馬 八年老店 或者美國的三間汽車公司 那些都不及得它 它就是一個 其實不是賣很多車 不是賺很多錢的公司 竟然股價升破一千美元 這個市值這麼大的一間電動汽車公司 會不會是一個泡沫呢 很多人用這個例子 其他還有很多股份 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大家要觀察的就是 現在聯儲局如果 它真的那個資產負債表 是有所收縮的時候 你要看投資者的反應 就是說如果不是再泡那麼多水出街的話 究竟這些升得那麼高 即是預期得很好 吹到很大的股份 會不會受到影響 如果那些資金繼續都還是愛這些股份 那就真是厲害了 即是值得大家繼續看好 即是說這個音樂耳音樂未完 但是萬一一縮水 那那些吹到很大的股份 開始回吐 你就要小心這個音樂耳 就算不是整個泡沫爆破 都可能音樂會暫停 這樣的話都會有一個調整 實際上美股很多股份 納資創新高升了很多 有很多人覺得 就算你不是要大跌 都可能會有一次 比較大幅度的調整 因為現在你是靠水 靠水崩大 但是聯儲局有個訊號出來 會不會它是不會再 好像大家想像中這樣泡水 這個就是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個星期要注意一下 說到這裏 時間關係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